大家好 我是馬友 Good Morning 因為最近撿屋 找了很多舊事的回憶出來 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未必知道一些過去 出來工作 頭三年 做得最多的就是唱片 就是幫藝術去想一個唱片的概念 幫他們設定一個感覺 其實我以前是很瘋的 張惠妹的偏側面的碟 我做完之後好像是買了五十隻 還是六十隻 I know 很多 我現在的箱子就在鏡頭後面 有幾個箱子全部都是那些碟 給你看看 It's all there 這些全部都是自己做完之後買回來的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聽一下我以前的作品 如果有興趣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知道有哪一個碟 是我曾經做過 你想聽我講一下過程的話 你可以告訴我 發揮空間的 所以做碟是好玩的 說真的 但今天我想說不是我做過的碟 而是一本我曾經出過的書 應該是三四年前 那我就有一個作家的朋友 他是寫劇本寫書的 他就叫做不華琦 他是上條片跟我去日本看Taylor Swift的朋友 我們已經好朋友很多年 他很厲害 他寫東西是很適合現在這個年代的 我覺得很有味道的一個作家 他有一個Instagram叫做緬甸精工 他寫一些很傻的東西 但很好笑 我經常看到他的Instagram 我都停下來看一看 真的很好笑 那所以那時候我就想給他一個動力 那我們那時候就想 那個題目可以是甚麼好呢 那我就負責照片那方面 那一天是在我家樓下 在他的車上 那時候就討論 做甚麼好呢 我們想到就用七宗醉 這個主題 其實我那時候是不知道是甚麼七宗醉 真的不知道 靈機一觸就覺得好啊 那七宗醉有哪個七宗醉呢 有傲慢 貪婪 色慾 妒忌 暴食 憤怒 和懶惰 登登登登 就做了這本書出來 那這本書呢 是很順利成章地 找了七個藝人一起參與這輯相 過程真的很好玩 我想逐一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一起開箱 這個膠袋也很有故事 為甚麼呢 這個包裝呢 這個好像膠袋的package 是我心裡一直都很想做的一個packaging 就是有一個好像糖果的袋子 那時候我的同事 我還記得已經沒有在我公司做 有個同事叫Yanny 那他幫我逐個封口 我那時候的office是打仗很亂的 很細很亂 很誇張 這個書面的graphics呢 是一個我大學的朋友 他叫做Penny 他幫我做的 好了開了 那這樣就好像撕糖一樣 哎呀 我們呢是有七個封面的 這個是 那這本書呢 那這本書呢 是故意做正方形的 那這本書呢 因為我很想做到它 好像一個相簿 多過一個小說 所以我就 故意在這個size上 就用了這個正方形 還有這個 大小呢 都用了很多時間去讀出來的 因為呢 我想拿去 拿上手的時候 有一種實在的感覺 所以又不想太小 但如果太大的話 又會像一本純正的 相集多過 像有文字 所以就拿了中間點 就拿了這個size 我第一個拍的呢 是Janice Mann 第一 因為它就好像一個art piece 它很適合在exhibition出現 我覺得它 第一個 其實就已經想起它了 那時候問它呢 它也是馬上答應的 它呢 是飾演憤怒 它帶了一個金色的假髮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張照片 我就用了很多的mannequin 和Barbie公仔 做這個props 那你會看到呢 它的表情呢 都非常之交足氣的 這個化妝師呢 是一個我很愛的化妝師 它已經成為了一個天使 它是我一個 從小到大都很尊敬 也都很欣賞的一個化妝師 它叫做ARIS 哇 它的妝力真的很好看 那我還記得這一輯照片 也是ARIS和Janice的第一次合作的 那它兩個呢 一直都很想 有機會可以合作 就是對我來說 一個很好的memory 噢 還有一個想說 就是呢 大家看到背後呢 背後呢 那個油畫呢 是我的同事呢 自己油出來的 吞手 真的逐個逐個油出來的畫 拍完Janice之後呢 第二個呢 就是妒忌 我們就找了關心妍 因為它呢 有某幾首歌 例如 《優先訂座》 我不知道大家有聽過或者看過那個MV呢 是他綁著一個男人 他殺了他 就是 我覺得那個樣子是 哇 骨銘心在我腦裡 那時候呢 我就有一個英國的朋友 他叫做Ethan 他是 網上的朋友 大家都很喜歡Fashion 然後呢 我們用了一個東西 是你猜都猜不到 可以relate到的 知道是什麼嗎 我們呢 最後呢 用了水晶燈去代表 這一盞呢 是那盞水晶燈啦 其實這一盞水晶燈呢 他們這一段關係的第三者 關心妍呢 拿著個斧頭 壽司 這個水晶燈 他看他不順眼 我知道 你在我背後 和我男人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呢 哇這個樣子 哇 心想 哈哈哈哈 關心妍呢 是把碎了的水晶燈 穿了上身上 是一個 英國Designer的一個 一個 一個作品來的 心都寒一寒 好啦 這個其中一個 就是我和他完全沒見過面 我也不覺得他認識我 他呢 就是范韋琪 那就是我有個朋友 叫做花花 就都認識他的 就幫忙幫我買一紋 他就一口答應 他呢 很信任我 他妝頭呢 都是交給我去負責 因為其實一個藝人 做久了 其實會很擔心 跟陌生的化妝 或者髮型師合作的 他都願意整個人飛過來 那我首先覺得這個勇氣 非常之可嘉 那他飾演什麼 你知道嗎 懶惰 會有一種雍藍的感覺 就是他唱歌永遠都是很舒服 放鬆 放鬆 那懶惰 用什麼招式去做主題呢 床 那我想表達的東西 就是被床去控制住他人 他呢 就在床上穿到這麼華麗的裙子 但他整個人呢 是被床夾起來了 他還有飯盒 還有飯盒 還有凍檸茶 真的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relate到 放家的時候 好像一個廢人 可能放假 或者週末的時候 大家都是躺在床上 吃東西 看電視 玩電話 然後呢 大半天就這樣過去了 我現在說了三個人 一個最大的幕後工室 他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實在太高了 我不是攝影界 但他也是我的恩師 他呢 就叫做CK 陳錦強 那CK是一個神級的攝影師 好像這輯上那樣 整本書呢 他一元都沒有收過 但他教會我的東西呢 不單止是這本書 他教會了很多 我對審美上的一些定義 令到我日後工作的時候呢 可以更加 顧及到大眾想要的 或者大家都是想做一件creative的工作出來 沒有人想 過程很辛苦 或者是 黑了臉 因為我是一個很不喜歡 做事 很不愉快的人 我是很注重那個過程來的 所以我每一次拍照的時候呢 我都會令到那個環境 就是拍攝的環境 是很舒服啦 可能播出一些很有vibe的歌 我希望大家都是抱著一個 輕鬆玩的心態去做事啦 即是拍照也好 怎樣也好 拍片也好 我不想大家是非太過的嚴肅 那所以其實我在他身上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而這個人真的 真的影響得我太交關了 回來了 然後呢就是貪吃了 觀音樂 Ella 那我主要的想法呢就是想 食物控制著它 你看到桌面有很多美味的食品 其實呢 它不是在吃東西 它已經去到一個層次 在食物控制著它 在心魔控制著它 然後呢看到了一條胎 這條胎呢 是在飾演一條舌頭 好像想領著它 這個是它眼的那個妝 這個也是artist化的 超美的 麻煩 什麼事啊 很美味的這個樣子 很棒 第五個呢 嘩這個真是瘋 貪婪 找了陳法拉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一輯一輯的出門 那時候呢 相信有些藝人已經看過這輯相 但是我們這個比較artistic的照片 我以為它真的是拍劇的女演員 She's such an artist 當一個artist跟你這麼配 即是給一個這麼配合的訊息給你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玩得更加大 我很記得我們現場就立刻決定 我要做一個玫瑰頭 那我最愛的髮型師呢 他叫做Hybee 超級疼我 做一個玫瑰頭 那個玫瑰頭是漂亮的 看到嗎 粉紅色的玫瑰頭啊 逐個逐個勾出來 定型 然後呢 我們再拿一些顏料 油的顏色上去 貪婪吧 就是貪錢 那我們就這樣去 represent這件事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 它拿著 是用那些錢摺了自飛機 看到嗎 看到一些波波的東西在前景 其實它呢 心裡面也有個幼氣 好喜歡這輯相 還有沒有緝相 這條腿一直都是這麼長 超長的 好了 第六個了 色慾極度之性感的代表 還有酒音 就是Dada Dada Dada 我們就組了一個假的豬肉檔 因為呢 豬肉檔呢 掛著的不是豬肉 而是Fur 極度之性感的 它是 它的衣服呢 都是在英國寄回來的 那時候 好像都是Ethan幫我寄回來的 第七個 最後一個了 就是 國彩傑 跟我念一次 波彩傑 那國彩傑呢 就是飾演 Oh my 那我用什麼去代表呢 就是高高在上 就是你不會想去摸它 你不會想碰它 所以用什麼 就是用了 仙人掌 去做主要的props 看一下 好漂亮啊 什麼事啊 大家知道仙人掌 是會在上面開花的 我就是想表達這個感覺 就好像它身上 就好像一棵仙人掌 但是開了花 它手上拿著這個 是真仙人掌來的 哇 這個頭是星星做的 星星就是我的髮型師 就用了很多這些pens 還有這個wet look 去做了這個feel 那時候呢 我有個同事叫做Carmen 她是那時候的一個intern 她是超幫得手 很artistic 一個藝術家的intern 她就找了她一個professor Dr. Ho Siu Kee 她老師就做很多藝術品 那我就把其中一個藝術品 就當成headpiece 看到嗎 她在這個仙人掌的set裡面 她就帶了這個headpiece 好像是刀槍不入的感覺 哇 相當的 對了就是這樣 嗚嗚嗚 講完七個了 OMG 就是七宗罪 那就是 曾經出過一本對我很有意義的書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想要 因為我家裡有很多 很多很多 我決定送十本給大家 好嗎 那你們首先要like這條片 要subscribe我的channel 然後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你留言完之後 就可以去我的telegram group 那裡 寄訊 那到時候呢 我相信出的時候 我們很好的admin 就會想一個giveaway的方法 給大家去參加 那如果大家想得到書 就可以參加這個giveaway 好嗎 那希望你 沒有悶 還有如果有什麼 在工作上的作品 其實我都很願意去說給大家 因為這個是 一些很好的經歷 都很願意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樣 Yeah 好啦 我會在我下一個影片 OK 拜拜